主架获行的导演高晓松缺席外 动作导演洪金宝 主演韩庚无尊 打S徐熙元 刘谦 悉数亮相 全明星阵容也成功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 值得一提的是 发布会现场洪金宝收到主创们一起赠送的五声泰斗牌匾 作为动作导演的他对该片的制作完成鞠躬至尾 此外洪金宝更是自动揽下了影片后续的宣传工作 代替导演带领主创们转战各地为影片卖力吆喝 当有媒体问及导演酒驾入狱的尴尬问题时 洪金宝也适时调侃酒驾来化解尴尬 导演暂时我还没有发联系 我想我今天晚上喝喝酒开开车我就会跟他联系 跟他在一起聊聊天 其实这个一直下来 从我们高导演发生的事故以后 我就知道大家都会很累 大家的也会心里面其实也不好受 每一次的这个记者招待会 我们都缺少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朋友们也会关心他 其实他看吧 看我今晚上能不能准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拍摄大舞声期间 两位人气偶像算是深刻体会了这句话的含义 发布会上 韩跟吴尊都表示 所有舞系都是全权盗肉 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其中不少拍摄时的武打场面 至今令他们难以忘怀 我觉得我们连续拍七十二个小时 我觉得因为那个是最后的一个星期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的那种心情是非常的很累 可是很兴奋 因为那个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戏 对 然后也在拍了过程中都是在打 对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互相加油 对 几乎在我打每一场 在所有演员里我都打了一遍 对 只有我的师父没有打过 对 每一次打的时候 心情啊心态都会不一样 因为师哥打的时候会更激动一些 那跟大S打的时候呢 会另一身感觉 由于前段时间 大S结婚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此次他的出现自然也成为了 媒体最为关注的焦点 导演高晓松曾赞美大S精致又善良 任何男人在他面前都会变成孩子 对此大S表示 自己的丈夫汪小飞 及现场的几位男演员 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己非常欣赏 我也是觉得 有赤子之心的男生 是最有男子气概的 所以我老公是就是这样的人 谢谢 现场每一位他们都是这样 有时候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 但我觉得这是很没那种感觉 此外 大S除了在现场 澄清了怀孕的传闻外 还表示自己宣传完大五声之后 将回归家庭生活 正式准备生孩子 暂时不会节拍新戏 婚后生活的甜蜜 一语言表 而这也间接打破了 大S婚后生活不幸福的传言 这部戏呢 可以算是我 近期之内的 算是一个 结婚之后的 最后一个作品吧 因为我接下来想要把时间 留下来生孩子 所以最近的国务来结析 以后就还会看 没什么事